台南有一家湖南料理 老板娘是贵州的新住民 她用贵州手艺做湖南料理 像是招牌菜剁椒鱼头 把自制的贵州椒辣椒 淋在大头帘上 红通通的配色 吃起来辣中带香 鱼肉口感是鲜美Q弹 另外这道叫做香辣串串虾 连壳带肉都能一起吃 吃起来滋味香麻辣脆 这家在台南的湖南菜 到拥餐时间 就坐满闻香而来的客人 香辣殆尽 让人吃一口就上瘾 很好吃 老乡家好朋友 只要说我休息的时候 我都会带着朋友 这都是我们的朋友 热落地和客人打招呼 老板娘杨乔妹 是来自贵州的美娇娘 嫁来台湾二十年 靠着手艺 在台南打出烤火杯 常有因为大陆姐妹 因为都会寻找我们这样子的味道 因为没有什么改良 没有改很多 我就坚持做我自己想要吃 喜欢吃的味道 招牌菜剁椒鱼头 用台湾在地的大头帘 她有一套挑选准则 咸水的 它的鱼的肉质比较细嫩 阿姨比较腥味不会那么重 就是洗干净 重点就是洗 鱼头其实新鲜 新鲜就好吃 搭配自制的手工泡椒 把辣椒剁细 做成贵州家家户户 都可见的糟辣椒 就是我们自己从小吃到大的招辣椒 阿姨所谓就像人家讲的 福兰的那个剁椒 我们贵州人叫招辣椒 做法其实都是一样的 辣椒是有积极性的嘛 我们就会把它腌制起来 腌制起来你可以放很久 都不会坏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在坛子里腌一个月就能使用 再入锅翻炒出满厨房的辣香 这一位搭配鱼头 就吸引了许多老主顾 有印象最深刻的客人 就是来一个人就点一颗鱼头吃 就是那么大颗的鱼头 从南投开车两三个小时 好来这边吃 又有屏东的 他们小孩都很会吃辣 吃到我们家鱼头之后 连小孩都很爱吃 剁椒鱼头喷香上桌 红通通的很诱人食欲 厚实的鱼肉鲜美又Q弹 辣中带香 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很入味很好吃 它有分大中小辣 比较敢吃辣的 你就用叫大辣 我们现在目前是叫的小辣 因为为了适合大家的口味 所以说今天一定要叫小辣 大家都可以吃 最美味这道菜 我们每次来必点 每天在厨房挥汗忙碌 杨桥妹回忆当年会开餐厅 是因为有太多的新住民姐妹 想念家乡味 尤其是湖南香菜 看到了这样的需求 她觉得这是个机会 来到这里很多年 就大陆姐妹都吃不到这样的味道 我就心里想说 我来做一间 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我就想说来去学 拜师许艺去学这道香菜 本身我是贵州人 然后为了要做得比较到第一点 我就跑到湖南去学 跟湖南师傅学功夫 半年后就回到台南创业 食材靠新鲜在地 但辛香料都得来自大陆 我是用台湾的 我觉得说香啦 没有那么香啦 像我们的花椒 它就完全 台湾的花椒 完全不会麻辣 不会麻辣 我们用大陆的就是真的 让你吃到嘴里真的很麻 很香 加入辛香料拌炒 杨桥妹发挥手艺 端出香辣鸭头 大客的鸭头先弩后炸再炒 让口感酥脆就像饼干 酥香麻三种滋味完美融合 香辣鸭头它很脆 脆到连骨头都可以吃 然后它虽然满满的辣椒 可是它吃了是不会辣 这入口的时候有焦麻的感觉 可是下去是很顺口 不会让你觉得口感 同样酥脆的料理 还有铲铲虾 用竹签整只串起 看起来很淘喜 酥炸后再和辛香料翻炒 香辣串串虾 整只虾连壳带肉都能够品尝 香麻辣脆超级带劲 炸的很酥脆 然后辣的又刚刚好 肉质蛮鲜嫩的 很好吃 整尾都能吃 我不太吃辣 但是这个辣味我还可以接受 这个真的很好吃 吃下去之后一尾接一尾 停不住真的很好吃 而且味道辣的很刚好 然后你又不用剥壳 非常好吃 杨桥妹对口味很坚持 连豆腐都不用现成 因为是我自己做的手工豆腐 它比较特别 因为这个豆腐吃起来比较滑嫩嘛 比较豆腺味比较纯 这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把手工豆腐结合牛肋条 能吃到传统滋味的豆腐水煮牛肉 是杨桥妹推荐的必点菜 光看就很开胃 牛肉弹嫩不柴 豆腐特别软嫩 西服汤汁香辣入味 水煮牛是我们吃完之后呢 那个又麻又辣的口感 是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与众不同 而且特别有它很道地的那种 来自大陆过来的那种风味 是跟有别于台湾的那个口感 真的来值得来一试 我可以吗 是的 我可以吗 今天还挺好吃的 我们也吃了 我一个人断了好几次了 这是我们的乘客 总会抽空到外场和客人打招呼 杨桥妹开店快十年始终如一 不少客人都变成了朋友 公布了她在台湾的生活 因为在这边已经习惯了 重点是已经习惯了 刚来的时候就是掉眼泪很想回去 对想亲人都有 因为家太远父母离我们太远 你是看不到 心里面多少都会刮念他们 虽然在这边已经习惯了 但是对父母这一块都还蛮挂念的 林湘被警嫁来台湾 他期许自己好好打拼 不要让父母担心 在台南这个美食战区 把香味缭绕的餐厅 精盈的有声有色 OLED OLED Spy